REI TV 大家見面更好嗎?我是REI 今天呢帶大家來台南市的新營區這邊啊 然後想要帶大家來看一下特色的7-11 那其實我之前有排過蠻多不一樣的7-11特色的話 那今天帶大家來的7-11特色在哪裡 你沒有很清楚 就只是大 他是號稱全國最大的一架7-11 那到底有多大呢?其實我個人也蠻好奇的啊 因為我覺得7-11不就這麼大而已嗎? 那為什麼他敢號稱是全國最大呢? OK我已經到了現在身7-11 這家7-11呢叫做聯名門市 然後他是在這個台一線沈道旁邊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台一線沈道這邊 然後這邊就有寫一個 呃...我知道為什麼他會那麼的大了 因為他後面啊 除了這個7-11的本體之外呢 他外面的市區區是非常大 而且是做那種類似像 農村休息用的 他這邊有一個說明 這個是田園的一個驛站 然後你騎腳踏車啊 騎腳踏車啊騎重機啊都會來這邊 然後這是免費入園的 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等於說他們騎腳踏車啊 機車啊汽車都可以去停 然後呢有一些比較復古類的 先給各位看一下他的這張地圖好了 不過這地方有一點斑駁的感覺了 這裡他就一個周圍的景點的介紹 然後到時候會有哪些景點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他就是主要是走一些這種 田園鄉村風的感覺 那裡面的本體呢 其實就跟一般的7-11差不多 我就不多做介紹了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邊 這間7-11是算 比較算中型一點的7-11 中大型一點的 差別在呢 他只是外面呢 多了這一些的景觀設施 再帶帶帶到一圈 因為這邊聽說號稱有200坪 200坪的話 是蠻大的 再給我去看一下 走進來看一下 然後呢他的廁所 廁所也是比較復古式的 然後上面寫著 君子跟 淑女 這邊 你如果騎腳踏車啊 騎重機來這邊買個飲料 這邊燒錯一下 休息是蠻不錯的 而且這邊應該是蠻涼爽 這邊樹液也非常的多 而且如果 因為現在這時間是早上嘛 如果也是在 中午啊 或下午比較熱的時間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應該是蠻舒服的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 四季咖啡 大家有看過這樣的四季咖啡嗎 來看一下 那應該這邊是戶外區 這邊應該是屬於他們的 吸煙區 看一下喔 應該是有屬於吸煙區的樣子 因為我看到桌上啊 有提供 煙灰缸 可以看一下 有提供煙灰缸 然後好像是每個桌子上都會提供一個 OK 那除了吸煙區之外呢 當然一般 一般的話呢 這邊是經營區的 這邊還有 哦 古早式的那種搖椅 哇 還有水肥車 還蠻特別的水肥車 那 竟然還有養雞耶 這是什麼雞呢 這也是像豆雞嗎 嗯 看起來不知道 看不看得出來 好 OK 那我們就繼續往逛一圈給大家看一下 應該就到這邊為止而已 哦 這邊寫著 Stickbay的音樂花房 大致上呢 大概到這裡 那我們上去看一下 這邊呢 有提供垃圾桶 基本上是 提供你在這邊消費的一個 丟垃圾桶 那一般居家的話呢 不要 丟在這邊 那大致上呢 大概範圍到後面這邊 範圍大概到這邊 然後 整體的範圍就是 從這裡 一直算... 算... 算到這裡 然後再加上後面的7-11本體 OK 那其實 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我以為是那種很大很大的 就是跟我想的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 他說的沒有錯 確實呢 這個面積範圍呢 是我看過裡面最大的7-11的 那大家如果有經過這附近的話呢 也可以在這邊看看哦 OK 那我們今天聽到就到這邊哦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最近很熱門的一個景點 那個... 叫做... 那個景點呢 叫做在... 嘉義市的太保那邊 然後... 有人叫它波波洞 有人叫它波波草原 那我也蠻好奇它是什麼樣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 帶大家去看一下吧 謝謝 我們請到數據 之後呢 今天... 我們請到設計 我們可以看 我們會不會 這是... 一些人的 二字幕 有話 我們可以唱